川普接受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的專訪 那是真的很漏氣 那麼在開播的部分 竟然延遲了40分鐘才開始 另外馬斯克也說自己 要幫川普來管 美國的赤字的一個問題 而另外在大家非常關注的 就是美國在這個禮拜 要公布的通膨數據 那麼在公布之後 市場會不會出現 比較劇烈幅度的一個震盪 另外摩根士丹利認為說 美國的經濟應該會實現軟著陸 那麼認為在九月份 應該就會開始降息 那麼今年會降三次 每一次各降一馬 另外美銀最新的報告 對於伺服器產業相當的一個看好 那麼在台股的一個部分 點名了四家業者 包括廣達 鴻海 台達 跟開達店跟偉創 那麼整個後市都是相當看好的 另外在這個中東局勢的部分 現在緊張情勢升高 加上美國跟加拿大罷工的疑慮也升高 所以帶動了整個運價的部分 現在一個貨櫃可以多賺三倍 所以在航運股的部分 現在是多頭再騎嗎 好 先請教陳彥 那麼川普接受了馬斯克的專訪 但是覺得竟然一開始就延誤了四十分鐘 其實一開始測試的時候 我記得他們有到八百萬人 同步在收聽 大家都想要看 就基本上是OK的 那你怎麼會 其實正式上線的時候 據說大概有一百萬人左右 怎麼比測試的時候還少 結果卻當掉 當然馬斯克 對 一定要這樣講 他不能承認是他硬體的問題 但是我們特別來看一下 因為這兩個男人之間的一個對談 因為其實我們節目也一直在討論 他們兩個之間的一個關係 那為什麼這一次的對談很重要 因為馬斯克說 他邀請川普來他的節目 要來討論 那當然這是一個非常公開的 跟所有人來去談川普 接下來他的政見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的一個機會 那這裡面 當然馬斯克說他很榮幸等等 可是一開始 我其實有點不懂 就是說馬斯克 你好歹也是特斯拉的執行長 對不對 再加上你是主持人 那你邀了來賓 兩個人在對談 可是你就好像我們兩個 我們兩個在對談 你問我答 可是我不能突然跟你要工作 這時候你要怎麼回答 馬斯克既然直接跟川普自見說 他有興趣在監督政府 財政制制的委員會任職 你幹嘛 更奇怪的是川普還表達歡迎 這求官 然後他說來確保納稅的錢 用在對的地方 沒錯 川普說他很歡迎 當然歡迎 他捐那麼多錢給他 可是我要特別講 川普本身也下了非常多的 廣告預算在哪裡 在S平台 所以兩個人之間的關係 你不覺得很吊詭嗎 而且感覺這種好像老闆跟員工 員工訪問老闆 請問老闆講什麼 是不是都是對的 不過我們這一次 我看到川普有點火力全開 我覺得他的矛頭非常的堅韌 因為他這一次很直接 點出了幾個問題 我帶各位看一下 我覺得賀錦麗能不能招架 這個是關鍵 因為他說第一個 以往民眾還可以存點錢 現在得借錢為生 這是百年來最糟糕的通膨 誰造成的 拜登 那我問你 如果你這個賀錦麗 你要回答說不是拜登 這不是重點 那你要怎麼解決呢 我覺得他開出來 這個議題已經很硬 很多人會覺得通膨就很有感 真的很有感 所以大家會覺得說 對 川普你講得很有道理 對 而且重點是 川普不用講他要怎麼去解決問題 因為問題不是他發生的 你賀錦麗怎麼辦 然後再來非法移民 你看他講的非法移民 他說各國都在清空他們的監獄 把犯罪跟暴力送到美國後院 其實這個部分 真的很多的民怨 我要講這個部分 確實很多民怨 如果各位有印象的話 曾經有這樣的一個抗議潮上街 我們節目還特別講過 他們覺得這些移民 搶走了他們的工作 甚至也讓治安變差 還有治安的問題 對不對 好 那你 他說賀錦麗基本上什麼都不會做 那贏了怎麼辦 國家會倒閉 那我問你 你賀錦麗在移民政策上面 你要怎麼去施力 你要怎麼去解釋 好 再來我覺得這件事更重要 因為今天不是選州長 今天是選什麼 選美國總統 美國總統就是地球的老大 他就要維護地球的和平跟治安 甚至未來搞不好連宇宙都要了 所以川普說 擔任總統時 伊朗知道不要胡鬧 就是川普在當總統的時候 沒有人敢胡鬧 坦白講他如果真的要點名 他其實連普丁乾脆一起講一講 對不對 大家都不敢動 可是他說你能想像賀錦麗跟習近平談判 或站在一起嗎 其實這是一種很諦諭 很調侃 什麼意思 你們兩個站在一起 然後呢 你能跟這些各國的領袖 甚至你要帶領北約 有辦法嗎 我覺得他拋出這個議題 對賀錦麗來講他要正面迎戰了 他真的要直球對決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這三個問題 是完全躲不掉 完全不能含糊不清 因為畢竟這三個問題 就是大家最關注的 美國民眾最關注的問題 好 那我就講一個 現在賀錦麗已經投入參選總統三週了 還沒有舉辦記者會 為什麼他都不接受媒體的訪問 這個點我真的覺得有點奇怪 一開始你說 還沒有正式提名什麼什麼 你現在副手都出來了 對不對 那你的專訪這些 就是我想講的 就是說記者應該也會問這三個問題 應該也會問這三個問題 你怎麼辦 包括華盛頓郵報跟紐約時報 其實他們兩個是相當於 相當支持民主黨 我們這樣講 那他們也講 你要講 你的政策到底怎麼 譬如說你看 非法移民 這是之前賀錦麗說 不應該被起訴 也就你認為這個 違罪是不是這個概念 可是後來他的陣營又改口說 沒有獲准入境就是違法 這兩個態度是不一樣的 我們要講清楚 這兩個態度真的不一樣 他的說法其實有出現轉變 好 那當然你要改變沒有問題 可是問題是 你真正的態度是什麼 我覺得現在川普 已經在這一次受訪當中 馬斯克訪問當中點出來了 那所有的媒體也想要知道 賀錦麗你要怎麼面對 其實他在接受專訪的時候 他也有提到 他說如果是他當總統的話 那麼俄羅斯就不敢去打烏克蘭 因為他覺得他跟俄羅斯總統普京很好 不過說到戰事 大家現在最關注的就是 到底以色列跟伊朗的部分 伊朗是真的會報復以色列嗎 假設這場戰事真的打下去 我跟你講民眾真的會希望 美國民眾真的會希望川普當選 因為只要他一選上 他們就不敢打 川普的講法是這樣 現在我們來看 這是以色列最新的一個情報 15號就是伊朗可能 因為15號他們兩個要談 合談 就是說你們能不能不要再打了 對不對 我們就談出一個結果來 可是他們說可能就在15號 加薩廷火協議談判前 直接報復性攻擊 直接報復性攻擊 這以色列情報圈的評估 所以這兩天戰事危機 急劇的升溫 等一下我會有一個數據來證明 好 那你看我們看實際的行動就好 第一個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下令 喬治也要核子動力潛艦 往中東去了 核子潛艦 這是在所有戰爭當中 最重要的一個攻擊武器 再來林肯浩的航母群也去了 大家知道航母群 如果有看湯姆克魯斯的電影就知道 在所有的戰事當中 他能夠掌握整個制空權跟制海權 所以這兩件事情在告訴我們什麼 是不是真的有這個可能性 感覺好像真的要打起來了 好像感覺 那以色列之前的情報是這樣講 他說伊朗還沒有決定 他在臨時 哈米尼可能在輿論的壓力之下 就用低度的方式 他不會有太強 現在是這樣講 可是革命衛隊說不行 一定要發生更大規模的恐怖 所以有沒有可能他們自己國內的壓力 是以伊朗內部還瞧不定嗎 非常的大 所以甚至他們的總統已經壓不下來 所以最後他獲得的情報是這樣 我覺得要特別特別小心 那CNA也特別報導 以色列之前人性說 埃及和卡達條庭代表 以向以方傳達 哈馬斯的心理秀西瓦辛希望達成協議 是希望達成協議 但以色列 現在還有一個 就這個協議的過程 納塔亞胡還是不明朗 那現在基本上我覺得這裡面有一個 哈馬斯是說希望拜登 就是延續拜登當時你記不記得提了一個 聽我計畫 就不要再談了 不要再談了 可是簡單講就是雙方的意見 其實是談不攏的 好 那美國情報機構原本也是說 你看7月間的時候表示 他說美國大選面臨最主要威脅是俄羅斯 現在不是 他現在講的是 定調伊朗干預選舉的企圖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原本說是俄羅斯 現在也轉變了 所以我剛才講的證據是什麼 其實就是油價 我記得之前我們在節目中的時候 我特別跟大家講 我說中東戰事危機 好像不太有機會發生 為什麼 因為油價漲一天就跌回去了 而且跌破當時的起漲點 可是這幾天我們發現不是這樣 油價是持續的大漲 所以油價已經先反映 接下來可能會發生的戰事 然後你看原油 10月期貨超過80塊 變82.3 漲了2.64 漲幅3.3 他不是只有漲一天 已經連漲好幾天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黃金的部分也是一樣 當時這個刺殺的訊息出來的時候 漲一天就跌回去了 而且大家也知道金價很高了 那為什麼現在金價又持續高漲 而且距離歷史高點2483 就差一步 所以從油價跟黃金 這幾天持續大漲 再加上以色列的情報 跟美國對外媒體的講法 我確實有些擔心這兩天會不會仗勢一觸即發 在北歐神話當中會吞噬一切的這個巨模 現在出現在美國各處 我承諺這怎麼回事 這是北歐神話的巨模 那它出現在各地 現在包含世界各地 所看到的有150多座 那這個巨模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對 北歐神話 他說它力大無窮 而且承諺覺得有親切感 頭腦簡單 喜歡吃肉 怎麼都是我呢 但是實際上這個巨模也傳遞了一個訊息 叫做垃圾也是保什麼意思 就是說它想要讓大家知道 譬如說你丟棄的這個很多的木製品 尤其是在北歐很多的木製品 家具或者是譬如說書櫃 各種這些木製品 我可以其實把它回收以後 我把它變成一個雕塑 然後變成像巨模這樣 那這樣的一個出現 它有幾個意義 第一個就是說實際上廢物利用 就我把這些回收品我從事變成一個雕塑 它可以融入到你的生活環境當中 那一方面也提醒大家 就是說請不要浪費資源 那另外一個 其實這樣的一個展示 也有它的藝術的一個氛圍 感覺也滿時尚的 滿時尚的 它做這個巨模也十年了 那現在他們 實際上它一直在把他們 就是說他們的團隊一直在做一件事 就是你不要的木板 譬如說滑雪板 沙發 燈具 這些其實很多都木頭做 尤其是我發現在歐洲 他們特別喜歡木製的傢俱 對 非常的喜歡 那它把這些裁切以後 把它做成什麼 再上了顏色以後做成鳥屋 所以你看在很多地方 他們就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比如說樹上或是牆壁上 你看這個看起來就很吸引的 對 等於說廢物利用的一個概念 那這樣就有一個